大家好 我是天狼 月季在秋茧之后 那么它的新芽再逐渐的冒出来 很多花友这时候就发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的月季经过了一个夏天 下半部中下半部分的叶子 在秋茧之后会出现的大量的衰老 脱落 当然还有一些染病的 然后有些光盖了 那么它这些部位发出来的芽 总觉得不太健康 弱弱的黄黄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 是把这些弱的叶片剪掉 还是把这些弱的芽扒拉掉 我到底应该怎么操作 那么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这种问题特别常见 那么我们无非就是叶子没有了 没有办法制造养分 那么新长的芽还比较又嫩 它没有办法去制造更多的养分 来维系我们原本的根系的健康发育 这样其实你把盆拔水会发现 原本的根系 基本上都是腐烂殆尽了 那么在这时候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首先你要大水大肥灌 肯定不是 因为这样你把肥料一多 会加速它的根系的受伤 不利于植株的恢复 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月季也跟我这个一样 叶子黄黄的面黄鸡瘦 没有什么老叶子 发的芽也瘦了八鸡的 那么我们需要的就是 第一个增加阳光 让阳光充足的照射 第二个 浇水只要盆土 表面 不干 我们不要去浇水 第三个施肥 施肥的浓度一定要低 这个时候不建议你去用 环氏肥或者是有机肥 因为你很难把控的量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用水溶肥 1比1500倍 那么当它干了 我们浇肥的时候就浇尽一点 等什么时候呢 就是我们会发现 当你浇了肥了之后 它这个新叶长着长着 要不然芒枝 要不然叶子变绿 个别的可能还会出现花苞 这个时候出现花苞 我们就一定给它掐掉 不能让它长 掐掉的时候 每一片小叶子都是 我们必须要保留的 除了花苞之外 其他的不要动 这样的话 它的新叶子会累积到一定的一个表面积 当它有一定量的时候 它的根性能够快速发育 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发现 它可能随机在某一个位置 长出一根比较胖的芽 比较胖的枝条 而且颜色很正常 长得很有力 这个时候说明根系发育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正常的 一比一千倍的水溶肥 一周两次 然后我们这个苗就恢复生机 正常了 那我们总结一下来说 就是当我们这个秋茧之后 老叶子掉的差不多的 长出来新芽 没有力量 没有花苞 灭黄激瘦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 晒太阳 降低肥料浓度 长出来花苞掐掉 这么做就可以了 关于出芽细弱的问题 我的建议就是这样 我是天狼 我们下次再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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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